Hugo,你告訴我,為什麼你要說謊? 這裡很明顯之前是沒有標點符號,是你之後加上去的 老師誣蔑,我真的有誓的,你快點給我一分吧 如果那些科不合格,就沒得補考,要留班了 你還說謊?你整份卷都用藍色原子筆,只有一個標點符是黑色 Hugo,你要知道,留班只是一時,說了一句謊就一世了 現在,學校可以縱容你說謊,到時你出道社會,沒有人會保護你 留班只是想你,打好基礎,學好知識 讓你將來可以慢慢報答這個社會 現在,你為了升班而說謊,這些不是學習 你只是自己騙自己 實在太虛偽了 你看看,連師傅都忍不住說你了 我是說你呀,老師,我是說你虛偽 我? 學習,學習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學校只教你中英數理化,而不是教你怎麼賺錢 因為他們只是想將你訓練成為一顆社會的螺絲 訓練你的龍星,今時今日,很多學校再不是學習的地方 而是一個訓練的地方 我們都只不過是在大環境下被批量生產的產物 你不要亂說,我對我每一個學生都很用心 錯的不是你,而是在這個體制下的你 算了,你只是被這個模式程序欺騙了 我們學習一模一樣的事,做一模一樣的試卷 這些真的叫學習嗎?這些叫洗腦而已 你看看他的成績表 是,他是採了四課 數學、物理、化學、生物 但是你看看他的其他課 歷史80分,地理85分,中文92分 這個分明就是一個文科的人才 他去到高中選文科的話,物理、化學根本就沒用 那為什麼你在一個分岔領攔住下一個禮拜? 我們只不過是想學生去均衡地吸收到不同的知識 均衡? 你會不會叫美斯去打銀球? 會不會叫金玉去跳舞? 還是你會叫蘇林去唱歌? 學習不是應該專注一些他們擅長的東西嗎? 為什麼要逼他們去學一些他們不擅長 甚至對他們將來沒用的東西? 在這張成績表上,我們要專注的 不是去彌補一些紅色的數字 而是去加強一些黑色數字的地方 我想你不是很了解Hugo 有什麼不了解? 學校不是只能用錢用時間去買自己想要的知識的地方嗎? 為什麼要區區為了他一分? 一個句好 擔不別人一年? 人類的時間不是這樣浪費的 一年可以做到很多東西的 我們不應該不停地打開他的藥處 而是要去鼓勵他的長處 我有鼓勵 但分數就是分數 不合格就是不合格 BULL SHIT Sorry,是BULL SHIT SHIT! 合不合格根本就是一個程序 但學習不應該是一個冷冰冰的程序 是有變數的 就是因為這條死板的合格線 才會令到教育制度變得愚蠢 才會令到學生變得更愚蠢 學校再不是一個學習的地方 而是一個階級發勞動力製造廠 我們的證書再不是證明我們的學習能力 而是證明我們的勞性 今時今日 知識分子反而成為了社會底層 知道這什麼問題嗎? 是教育制度有問題 才會令到社會這麼畸形 你是否還要這樣繼續下去 這位同學 你再這樣繼續下去 就只會成為這個體制裏 可替換的螺絲 你再這樣繼續下去 不跳出這個框框 就只會成為為那20%有錢人 覆佈的勞動力 來 全世界不明白你 我明白你 大大聲跟Mr.說 大大聲跟全校說 你最想做些什麼? 數學老師 正今 正在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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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廠 空走 因為 我知道 你 在馬上 對 也 And we'll be fine World in space 大家好,今天教大家如何用一首歌《毫無痕跡》賣廣告 It's you, it's you 誰也有理想中的一套 人生的 雖然還有一段《To Be Not To Be》的EP 裡面有三首歌曲的徒勞 It's you, To Be Not To Be 歡迎大家到Manus.com 買的樂 就這麼簡單